你知道一个台具到底能有多安全吗? 将香肠摆在台面上模拟手指,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 明明此时的台具正在高速旋转,可在即将接触到香肠表面的瞬间,台具竟然瞬间停止工作, 仿佛被人切断了电源一般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作为一台切割工具,台具的诞生,帮助人们解决了许多木材切割的难题, 不过台具本身也伴随着很高的危险性,一旦操作不到很容易会划过手指, 甚至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,而这款安全台具,却在根本上避免了这一问题。 原来设计师在台具内添加了多种传感器,当人们推动木板向前时, 台具会轻而易举地将木板切成两半,可一旦换成人们的皮肤, 又或是拿香肠替代,在锯齿即将接触到手指前,传感器便会发出指令, 凑控台具紧急停止工作,仔细检查株面上的香肠,发现它的表面仅仅只出现了些许破损, 并没有被锯齿一切为二,而这正是安全台具的精妙所在。 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这款台具能在关键时刻紧急停止, 但它的装置设计却是一次性的模式,一旦装置被触发, 人们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再次安装,不过花虽如此, 为了人们的安全考虑,付出这样的成本其实也是值得的呀。